来源 彭泰新闻 造车新势力2月的交付表现依旧没有恢复 3月1日 AITO问解 理想等造车新势力先后公布1月份交付信息 AITO问解全系交付2.11万辆拔得头筹 理想汽车以2.03万辆位居第二 整体来看 受春节假期以及2月工作日相对较少等因素影响 各家造车新势力2月交付量普遍不及1月份 除了问解和理想两个头部外 其他造车新势力销量均没有超过万辆 其中 小鹏汽车再度垫底销量为4545辆 比亚迪特斯拉两家新能源头部车企在3月1日拉开新一轮降价潮的帷幕 或将进一步加速市场洗牌 环比全部下滑 多家车企销量未超万辆 具体来看 2月份 AITO问界仍旧是销量冠军 销量为2.11万辆 其中 问界新M7单月交付1.85万辆 相比之下 在2023年2月 AITO问界的销量仅有3521辆 据官方数据 自去年9月份上市以来 问界新M7大定已经突破了15万辆 截至目前 问界新M7累计交付已经超过10万辆 这意味着问界新M7目前仍还有上万辆订单在手 此外 问界M9日前已经开启了大规模交付 问界M9上市62天 累计大定突破了5万辆 理想汽车2月再次以微弱的差距败给问界 交付2.03万辆 同比增长21.8% 自交付以来 理想汽车累计交付量达到68.48万辆 理想汽车董事长兼CEO理想表示 2月在经历8天春节长假 理想L系列年款切换部分车型售庆的情况下 依旧实现了月均近千辆交付不含春节假期 较去年2月月均交付量大幅增长 他预计 随着理想Megan和2024款理想L系列车型的发布和交付 3月将恢复到月交付5万辆的水平 除了问界和理想之外 其余几家被统计的造车新势力 2月交付量均落到了1万辆之下 蔚来交付新车8132辆 截至目前 蔚来新车已累计交付46.78万辆 环比下降19% 同比下降33.1% 极客2月交付7510辆 同比增长38% 环比下滑40.1% 明讨汽车2月交付量为6566辆 同比增长105.31% 环比下降46.52% 罗插汽车2月交付6085辆 较1月的1032辆 环比下降39.34% 较去年2月下降约40% 2月份 小鹏汽车再度垫底 共交付新车4545辆 同比下滑24.38% 环比下滑44.91% 其中 小鹏X9交付1448辆 上市两月交付近4000辆 小鹏汽车方面预期 随着春节后的产能爬坡和个别供应链瓶颈的解决 3月起 小鹏X9产能将会大幅提升并加速交付 据成年会预计 2月或是全年车市销量最低点 2月狭义乘用车零售约为115万辆 环比减少43.5% 呈常规季节性走势 其中 新能源车零售预计38万辆左右 环比下降约43% 比亚迪在先价格战 市场洗牌加速 值得注意的是 3月1开始 比亚迪和特斯拉两家新能源巨头就掀起了新一轮的降价潮 3月1日 比亚迪再次喊出电比油低的口号 推出比亚迪Song Pro DMI荣耀版 其售价10.98万元 这也意味着搭载比亚迪DMI技术的A级SUV明星车型正式进入10万区间 2月以来 比亚迪连续在多个西分市场推出多款荣耀版车型 在行业内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同一日 特斯拉针对Model 3和Model Y车型宣布了三个优惠 包括8000元限时限车保险补贴 2000元指定车期限车限时优惠价 限时限车金融低息 随后 非凡汽车跟进降价 在官微宣布推出非凡F7限时购车优惠政策 最高优惠达3万元 其实就在不久前的2月19日 比亚迪的降价就引发了大量的车企跟随 比亚迪琴Plus荣耀版上市 其售价为7.98万元 相较于上一版本冠军版车型 新版本车型价格下降了2万元 随后 上级通用50 哪吒汽车等也马上跟进降价 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表示 得益于比亚迪的规模化效应及全产业链优势 比亚迪插电混动的价格可以做到比同级燃油车还要低 同时 李云飞还称 此举将彻底拉开与燃油车的大决战 接下来 谁还会买燃油车呢 有车企营销负责人对彭泰新闻记者表示 在当前的市场中 头部企业的降价可以被看成是对中小企业的绞杀 看似老大 老二 打架 打死的其实是末尾企业 2024年汽车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 已经是不可逆的趋势 在比亚迪荣耀版的刺激下 或将有更多车企陆续加入了价格站 三月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销量和排名或将重新洗牌